机动市政府推动的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政策 引发市议员们的关心 而市议员郑文婷在咨询这项政策时表示 他认为市政府编列40亿元购买电动机车的预算 不如更换新式垃圾车 可以协助集合式住宅 把社区里面子母车功能垃圾桶 直接倒入垃圾车里面 也可以减少社区必须额外支付轻运垃圾的费用 子母车必须要搭配有挂钩的垃圾车 好 那我们基隆有多少的集合式住宅 有这样的子母车却没有这样的垃圾车 来帮他们清运垃圾 局长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这种形式的垃圾车 全市有几台吗 三台 所以有许多集合式住宅 他们没有办法 透过环保局的垃圾车来清运他们的垃圾 甚至在中山区的美之国社区 曾经一度必须要把垃圾从子母车倒出来 再找人从地上捡起垃圾 丢到垃圾车里面 强请教一下 局长你知道 载运一顿垃圾要多少钱吗 如果按照天外天的计价方式一顿四千三到七千五 如果我们用一顿一万块来计算 40亿可以再运273年还有剩 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昨天你提到了 电动机车方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个一定要推动 那么住在这些集合住宅的民众 天天要倒垃圾 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吗 这个不是他们天天要去面对的吗 对于郑文庭的质询市长谢国良大勋使没有回应电动机车的问题 却宣布将太旧换新具有子母车功能的垃圾车 协助大型社区解决倒垃圾的问题 感谢郑文庭议员对于子母垃圾车的一个关心跟垂询 因为我们这几天刚好也有跟这个环保局的清洁队员 大家有座谈讨论他们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跟如何有效执行他的工作 我们也发现说有蛮多的垃圾车 有已经超过15年 大概有好几十台 都有超过15年 所以我有答应他在明年度的预算 可以协助他们来做一些更换 因为如果15年以上还在开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安全性这个也是要兼顾 尤其基隆山区有很多 上坡下坡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下一坡换这个垃圾车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把一些有植母车功能的设备 能够把它纳入 这个是我的建议 那我们未来会朝这个方向 去跟环保局去讨论 还没有说怎么样定案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推动的方向 原本市议员郑文婷的用意是要提醒市政府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购买电动机车 没想到却意外促成市长宣布要太旧换新垃圾车 对于居住在大型社区的市民朋友来说也是功德一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